上个礼拜的重点稍微回顾一下 上个礼拜主要是讲了几题 这个练习题 那回去请各位还是要多练习 因为上这些题目 如果你没有练习过的话 真的就不是你的 你还是好像学会 但是其实你根本还没有真的学会 因为程式本来就是要把它打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看到一个问题 你能够把它很流畅的写出来 才算是真的能够 才算是学会 那学会的话 不是说真的可以应用 还要能够熟练 也就是你不能卡在那边很久 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 有举了几个例子 像猜数字游戏 那我这边 我有把我的参考答案 对不对 我想参考答案主要是 每个人写出来的逻辑都不一样 但是你要能够有自己的一套 写作的逻辑 每个人也许写出来都不一样 但是尽量你能够用你熟悉的方法去记得那个逻辑的叙述 我想以后你也写起来会比较流畅 千万不要说只是看别人的 然后就照抄照写 如果照抄照写以后 如果一个问题跟你学的东西不一样那怎么办 你没东西抄的话 那很多地方你就写不出来了 OK所以尽量的话呢 还是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写 写这个程式 那方法就是拆数字游戏 比如说拆数字游戏呢 那我们假设只能拆三 假设有次数限制 但我们之前是跑一个无穷回圈 然后剪刀石头布的话 就把它放在串列里面 那这个串列里面的话呢 假设输入一就剪刀嘛 二的话就石头三又布 然后呢我们要去比较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们第一个会有个无穷回圈 画有Email号 我大概习惯这样写 那当什么情况下会break 当他是4的话就break 因为一定要跳出一个条件 如果没有的话就无穷 无穷回圈就跑不出来嘛 然后中间再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就说 如果他的数字不是1到4之间 那表示他输入的不是正确的数字 那就跟他讲说请输入1到4 那第二个就是平手 第三个可能我赢 第四个也是我输 大概会有这几个逻辑判断 那最后就跳离 如果他输入4的话 就让他这个break掉 那写 其实大概写出来 大概就这样逻辑 如果你可以很顺利的把它写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已经学会了 那其实我觉得Python 他的写法已经是目前 大概程式员里面算 非常精简的写法了 程式写完之后其实没几行 但是还是要熟练 而且他跟其他语言又不太一样 写法上面如果说你习惯Python之后 你再去写Java的话 你会觉得Java怎么拉里拉扎 写起来反而会更琐碎一些 那第二个的话呢 上礼拜有提过有关那个Math CAI 这个Math CAI一样 跟那个剪刀石头布有点像 也就是把那个什么 1到12月份的英文字 把它先放在一个串列 那我习惯是避开第一个啦 因为第一个index是0 如果你从第一个放那0到11 那感觉每次都要转换 0的话变成说你要取得1月 那就要输入0 那干脆什么 我的喜欢要避开 拿一个串列 那再来的话怎么样 让他乱数取得一个1到12月 让使用者比对一下 看这个是几月 让他输入 看到这个英文打一个数字出来 因为1到12月 刚好就可以对应到一个数字 如果他对的话呢 那我们这边是没有记录到 他的对错 比如说他的分数 那未来其实你们也可以怎么样 再加上一个那个 那个什么 增加到底他几次 比如说他打几次 然后呢对几次 分数几分 也许可以做一个CAI嘛 比如说像那个 给那个小学生啊 国中生啊 让他们可以怎么样 玩一些游戏 从游戏当中 去学习那个 怎么样去记 他的那个一个功课 世界导不错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再来就是输入成绩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是 上个礼拜我们做的几次 那基本上就是 复习那个回圈的部分 主要就是一个画回圈 无穷回圈 里面做逻辑判断 大概是这些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输入那个 那个成绩部分 那上个礼拜还有就是串列的练习了 那基本上呢 我们如果说希望让使用者怎么样 输入成绩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 可以把它记下来 特别是把它记下来 那记下来的话呢 如果你是要暂时存放的话 不是把它写到资料库 我们现在还没讲到资料库 那你可以先记得就放在串列里面 因为除了串列之外 如果你要放多个 恐怕其他变数是无法做到的 像一个自串好了 自串怎么办 自串那顶多是你串串串 也是可以串接 但问题是串接完之后 你还是非得要把它取出来 倒不如你干脆用个串列算 所以基本上在Python里面 未来用到的几率 最高的我想是串列 而且串列重要性非常高 如果你对串列不熟悉的话 很多事情你是做不出来的 OK 而且后面如果说 你还要跟资料库做串接的话 你还有地方 比如说资料库的资料读回来的话 那你恐怕大部分状况 都会先把它放在串列 放在那个串列里面 某一个串列 或者是说你网路爬虫 你要把网路上的资料爬下来 一样也要先暂时 先把它放到串列里面 所以未来很多状况 都是先放到串列里面 OK 然后我们再做后续的处理 那比如说 我要怎么样把资料 暂时放在串列里面 很特别重要 我这一题其实里面 也有蛮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 你要如何建立一个空的串列 比如说我们那个串列1 等于空或者是一个scope 等于空的话就是一个中瓜文 里面就是没有放任何的资料 那如果你将来呢 它输入的话 你用append把那个资料 再放到那个串列里面 它会不断不断 append append 继续把它放到里面去 那这个方法非常重要 因为未来很多时候呢 你可以用append的方式呢 分别把你的资料 逐一逐一的 放到这个串列里面去 那将来当然如果你放在串列里面 你还可以把它取出来用 放进去 取出来 OK 那所以上个礼拜主要是用到 这个输入成绩 会用到刚刚讲的这部分 那将来就是说 如果你输入成绩呢 假如说 不是足够足够输入 而是说它是一个档案的话 所以呢 上个礼拜我们又有讲到 就是说 如果呢 我已经预先 输入到一个档案里面 或者是说将来啦 一般都是说 人家汇出一个档案给你的时候 汇出 直接我学校 假设你考试成绩呢 我就给你一个档案 假设是一个TST档 那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档案里面的 这个资料 里面档案里面的这个 有没有 一个CH.TST里面 有这些东西 那我要如何呢 可以直接把它读到 串列里面 再做后续的处理 OK 这也相当重要 因为未来 不外乎就是说 外部的档案 或者外部的资料库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资料 那我可以怎么样 先把它存在 串列里面做处理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 我们最后是讲到 把它那个资料 读到 所以基本上的话 特别注意 这里就牵涉到 档案的 读取部分 而且读取的话呢 是必须读到 串列里面 特别注意 而且程式只有两行 基本上两行就搞定了 应该是三行 那三行的话 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 一用那个F等于Open 就是Open的方法呢 去帮我把它开起来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输入成绩 用那个第一个的话 如果要开启它的话 非常简单 第一个的话 我可以F等于Open 特别注意 这种写法后面都会不断出现 只要你要开档的话 其实就长这样子 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利用这个F物件 基本上它就一个档案物件 F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ReaderLite 特别注意 ReaderLite是读一行 读哪一行呢 就读这一行 把这一行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特别注意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 逗点分隔 那ReaderLite 特别注意 它只会帮你 把它这一行读进来 而且是放在一个字串里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怎么样 读进来的不要是字串 而是希望怎么样 把它切开来 特别注意 这里面的资料 把它切开来 按照什么方式切呢 按照这个逗点 逐一的帮我切 切完之后的话呢 帮我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一个串列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你还要再学会一个 字串切割的一个方法 叫Sprits 非常非常重要 以后的话一定会出 因为将来你的资料 多半都会有一个分隔符号 如果你要把它切开来的话 我们用一个点Sprits 后面跟他讲说 我要根据的是一个逗点 那未来如果你是空白 就改空白吧 反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Sprits玩前面的东西 一定是一个串列 也就是说这边开起来的 读进来会是一个字串 切割完之后呢 诶就变成一个串列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把这些资料呢 把它先print出来了 假设我今天print它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会帮我把那个 Score里面的串列先输出 诶就是把什么 把这里面的东西 逐个逐个呢 再切割到串列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里面 一定是一个字串 因为sprits是自串 自串的一个 那个那个方式 所以切割完 它一定是一个自串 所以记得后面要转型 那我们后面的话 可以再把这些资料 逐一逐一的怎么样 再把它计算出来 print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这个 Score里面去计算 它有几个学生 并且把它做加种 不过加种地方 有个重点就是说 一定要转型 因为这里面是自串 如果你没有转型的话 你的累加会失败 因为自串没有办法 帮你累加 OK 所以这边一定要先把它 逐个逐个的转型 OK 之前有同学问说 那Score可不可以直接这样 就不要一个直接转型 特别不行 因为一个自串里面 是有很多个资料 不是只有一个资料 那你这样子给它 会搞不清楚 到底你要转哪一个 OK 它只能够针对它里面 逐个逐个的转型 OK 要不然的话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么 你可以把这个list里面的资料 先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的话 把它转型完再存回去 这样也可以 OK 不过我是觉得相对的比较麻烦 刚刚就写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怎么样 把这个逐个逐个的成绩转型完再帮我给加 最后算出平均 那最后呢 再用什么 用那个format 帮我把前面的这个总分加总起来 它是一个第一码总 一个整数 然后这边的话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把total跟average帮我放过来 上一礼拜有同学问到就是那个total 这个total呢 为什么外面需要有一个等于零 特别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个等于零 它应该会失败 我把这个 先把它 注解一下 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会出现 这个total这地方 它不知道 它无法帮你做输 为什么 因为呢 你这个地方 假如说在total是for里面的下一阶 等于是说 它是在for里面的区域变数 那你未来print之后的话呢 你区域变数没办法给全域用 所以怎么办呢 那干脆我们直接 先宣告一个 其实也不叫宣告 先初始化一个 把这个变数呢 放在全域的地方 未来的话 你会取用就没有问题 不然的话 如果假设你初始化的时候 它在区域 在这边 你要给其他地方全域用 就会抓不到 就跟那个记忆体的区块一样 就是如果你是在这个区块里面 假设这个区 你是global是全部的 它在里面 你根本 未来你要用的时候 就抓不到这个东西 它也许在这边用 你就抓不到它里面的东西了 它在里面 不在外面 OK 那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 这边的话 如果加一个 全域变数的 初始值的话 那你把它执行 这样结果就OK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总共几位学生 它的总分是多少 它的平均是多少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什么 逐一逐一的输入 逐一逐一的输入的话 然后这边是用append的 然后如果是你要一整笔输入的话 那我们是用那个open的方式 OK 其实你会发现 Python在开档的地方 其实真的蛮简单的 这样子三行 其实主要如果说 你未来要开档的话 甚至你两行就搞定了 像readerline是独一行的 那我们再切割 不过未来还有一种情况 就你很多行的话 就readerline加S 这边的话加S 如果你有 你用readerline的话 它很多行 那它抓过来的东西 前面的这个变数呢 就会是一个串列 因为它不止一行 OK 所以特别主要readerline 是读取所有的行数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上礼拜有马上讲过 读取那个会员资料 这个读取会员资料的话 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就是那个会员资料 我在云端上 有放一个会员资料 那请各位就是说 待会上礼拜 有跟各位 你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的格式的话 我看干脆用那个CSV好了 你记得把这边打开 然后下载它 那因为其实CSV本身 你也可以把它当一个文字档 它其实是一个纯文字档 只是副档名不叫TST 它副档名取点CSV 差异在这里而已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打开之后的话 按右键 你可以把它什么 编辑 或者是用Nordepad也可以 或者Nordepad加加也可以 那你会发现它开起来 就长这样 它这个是reader 一行的话只能读这个 那如果它很多行的话 那我们又reelive 那我上礼拜有提过 最后有讲到说 我希望各位回去 做个变化 就是呢 我希望能够只读取会员资料里面的怎么样呢 因为这个资料里面 它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但是我只要这两栏 B栏跟E栏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的资料呢 是前十个会员就好了 第十一个以后不要出现 那这要怎么做 大家如果要全部的话 我realize print出来就OK 但是如果我只要其中的 两个栏位 跟那个十笔会员资料的话 这要怎么做 上个礼拜最后 有show的人都会看 其实城市不多 九行而已 其实应该只有七行 最后是把它写成CSV 那如果如果今天 把它输出 大概就这样 两个栏位 加前面十个会员 这要怎么做 Member 上礼拜好像是讲 请各位先把 应该是下载这个 Member应该是下载 你们下载这个Member才对 下载这个Member 那Member的话记得 干脆我们先练习 点TST 所以记得把它打开之后 下载格式 把它下载成纯文字格式 这个地方请各位注意一下 之前有同学 直接下载的时候 他没有开启这个Member 直接就在这边 如果你直接在这边 按右键下载的话 他下载下来 好像是一个DOC 就是DOCX 过了档 那这个来开会有问题 所以记得把它打开 然后想想看 把它下载之后 有没有办法 我只要里面的两个栏位 然后呢 前十个会员 那要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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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